大家好,我是游子,又是这样的鬼天气 哎呀,前几天我陪朋友去苗铺买了一些苗 因为我买了苗以后好多人都问我你买的什么苗 我先把我买的苗给你们看看 然后再给你们看我带朋友去苗铺又买了些什么苗 今天我就想随便吃吃 把家里冰箱里有的挖出来 再吃一个酸菜火锅 也不叫酸菜火锅 也不叫麻辣烫 反正就是烧个锅 别的东西就慢慢往里扔 但是我要去花园里 摘一些豆苗 因为烫这样的火锅 吃豆苗是最好的 然后我也发现我的豆苗又长出来新的苗头了 但是我估计这次吃好以后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天热了 天热它就容易老 好吧,赶活去 朋友看我们几个人去苗铺买了好多菜 所以一激动也要去 我说我陪你去 我告诉你哪里有什么 但是一进苗铺我就看中了这个瓜 我看它的苗长得挺好的 所以我就拿了一盆 这一盆里面其实有三棵 这一盆就一块钱 所以呢我就拿了三棵 然后朋友拿的是罗马生菜 然后买了三种牛皮菜 有绿梗的 黄梗的、红梗的 所谓绿梗其实就是白梗 各买了两棵 哎哟,好壮 这个菜真的种下去 没多久就可以采摘了 一个小时 我们就买完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那就给你们看看 我买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生菜 红的 这也是一种生菜 你们把名字记下来 这是罗马生菜 是绿的 我最喜欢的一种生菜 然后这个呢是 它说是黑辣椒 其实它是红的小米辣椒 很辣的这个辣椒 这是我买的这个长的茄子 这个茄子已经长得很大了 你买回来 估计没多久就可以结果了 它也不是很多了 如果你要的话赶紧去买 因为茄子发苗很不容易的 另外就是这个日本黄瓜 千万不要买那种小黄瓜 哎呀我买了 好苦啊 我以为削了皮就不苦了 削了皮还是苦的 因为这种黄瓜呢是很容易长 产量也很高 但是它是让人家做那个配狗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买的 Melon是瓜 它们说很甜 所以我想试试看 我一盆里边有三棵 回家我就把它种到了地上 正好绿的黄瓜 就小的那个苦黄瓜 我全都拔掉了 就在它的旁边 我种了这个蜜瓜 我再把这个描迫的地址在这里贴一下 你可以停顿这个视频就能截图到这个地址了 因为看我视频的人几乎都是老年人 所以你们也同时学学怎么用手机 你看到这里了 你就按一个暂停 然后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 就是左右按一下 有两个键 左右键按一下 然后它就会截图出来 你就会把这个地址截下来了 手机上一边是一个键 另外一边是两个键 就是声音的大跟小的两个键 你就左右手 同时按这两个键 这样你就把图截下来了 然后点击一下保存 它就保存到你的相机里了 不管荧幕上有什么照片视频 视频暂停一下 你只要截图 你要的信息就可以保留到你的手机里了 不少朋友问我 你的菜在哪个网站买的 我基本上都在这个网站买的 还有朋友问我 教头哪里买的 你去这个网站 打教头两个字 但是一定要注意 教头是怎么拼写的 你们给我写的这个教头 在这里是查不到的 因为不是真正的教头的名字 现在教头不是种植的季节 一般是在9月10月11月这三个季节 所以呢 你们注意这个季节去网上查一下 我也会注意 如果有教头的子了 我通知大家 关注我的视频 还有我的YouTube社区 经常我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留在里面 其实也是给我自己留个记录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社区里面查 包括什么东西 哪里买的 什么东西 是哪个网址 我都会贴在那里 YouTube会发这样的网址 点开网址以后 就进入了我的这个视频 每个视频都有我的头像 点开头像 就进入了我的频道的主页 主页 我的头像的下面 有一行选择 就是选择首页 视频 短视频 播放列表 社区 点击社区 你就会进入社区的帖子里了 我有好多重要的东西都在帖子里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也很重要 你也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也可以放到帖子里 这些帖子呢 我不会猜的 因为我也是给我自己一个记录的地方吧 包括一些网址也在这个里面 喜欢吃中国的菜吗 就可以去这个网址买字 还有就是Amazon 如果吃老美的东西的话 老美的菜 你可以去这个苗圃 也可以去Home Depot Lows都可以的 现在去菜园里 摘一些 豌豆苗 一直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 我已经采过一次了 你看 这一头 就是给我采掉的 但是它在侧枝边上 又长出来一颗新的苗 这个苗 我现在就可以采了吃了 不少朋友说 哎呦 天快要热了 你还能种这个豆苗吗 这个豆苗会不会老啊 你看我 不是用剪刀剪的 用手指一掰就掰下来的 就说明很嫩啊 而且 这个豆苗吃完了以后 它就会开花 我看已经有两朵花打开了 有一朵已经结了壳 这个是Home Depot买的 随便什么豌豆苗的籽都可以的 不一定要买 一定是什么吃豌豆尖的那个籽 然后在它还没开花的时候 你就可以采 它的尖头 也就是豆苗的叶 也就是豆苗 这个豆苗 要比蚕豆苗的叶子好吃多了 又香 而且非常的嫩 你看看我 这一排 我只种了一排 哎 我知道这样 我应该多种几排 这样你就可以吃好几次了 不过我这个人吃东西就这点麻烦 你让我天天吃一种菜 我就觉得很腻了 吃了一段时间 哎 另外一种菜长出来了 那就吃另外一种 这样我就会来来回回的吃 你让我天天吃大豆苗 有可能我也不一定喜欢 好了 差不多 我看那个尖都给我摘的 差不多了 哎呦 好像漏了一个 哦 没漏 还是采摘了 哇 这个豆苗好壮好壮 好了 今天中午 我估计中午晚上 都可以吃了 豆苗而且很好种 你根本不用管它 而且种的几点都没关系 只要拉一个网就够了 嗯 哎 我在那里还看到了一颗漏网的德国芥兰 也把它采了吧 看看我 豆苗 满满的一盆 再把这颗德国芥兰也采了 因为一颗也不可能炒着吃吧 那就把它也 帅火火锅吃吧 有不少网友问我 那我现在能不能种植豌豆苗啊 种植豌豆苗呢 一般情况下是在春季的三月份最佳 这个时间进行种植的话呢 种子比较容易发芽 生长状态更好 秋季也是可以种植的 最好是在九月份进行 这两个时间的气候相对温和 很适合它生长 但是还是要看地区啊 我这批豆苗好像是三月底种的 因为洛杉矶啊热起来很快 所以呢我是种在阴凉的地方 几乎每天太阳只能晒到四到五个小时 豆苗呢是半奶寒作物 最低发芽温度呢为二到五度 最易发芽温度呢是十八度到二十度 苗旗最易生长温度为十二至十六度 所以在这些温度之间你就可以种豌豆 知道了这个每个种子的发育时间 发苗时间跟种植时间 那你就可以根据你当地的时间来种了 比方说现在我们这里夏天了 就不能再种豌豆了 起码你得等到九月 九月底吧 但是现在如果是澳大利亚的话 它们现在要进入冬季了 那它们现在就可以种了 所以只要你知道每个种子的 它的发育温度跟生长温度 你就可以根据你那边当地的时间 来种植任何菜了 哇这颗德国芥兰还是蛮壮的哦 拔了 现在进房间 我准备吃午饭了 冰箱里随便挖挖 挖出来那么多东西啊 有鱼片有虾仁 有油豆腐 还有玉米 乌冬面 还有一包海带 还有太棒了 前几天炒了一些酸菜 这是多加来多下来的那一份 然后还有多下来半块那个火锅料 我把它放在这个小锅里边加点水 先让它好好的熬下汤 Sam已经开吃了 他吃的是老三片 估计今天吃完 明天要给他重新做了 我还拿了一盒豆腐 对了 买了一大盒米粉也没好好吃 所以也拿了一块米粉 现在放了一点豆腐 玉米 油豆腐 海带 先让它煮开 如果你家里周末 一堆人 但你又不愿意煮菜 那就冰箱里挖一些各种各样 可以煮在锅里边的生的菜 然后可以一边煮 一边吃 我调了一个火锅酱 因为我怕万一不够咸 火锅酱里边就是腐乳 芝麻酱 沙茶酱 酱油 就这样 调得很厚的 因为吃的时候你慢慢 这个料就会变成很薄的料的 我放了一个虾仁 然后把整包鱼片全放下去了 现在开吃 我在折扣群里买的黑鱼片 哎呀 这鱼片真的很棒 怎么煮也煮不烂的 好喜欢这个鱼片 吃完了再去买 我第一口吃的就是鱼片 太好吃了 Sam说 你这个每天中午啊 吃的就像在restaurant 我说对 那也比饭店里吃的更好了 我们饭店里有那么多菜吗 前几天不是去了日本那个all you can eat的火锅店吗 它素菜也很多了 肉也很多 但是我这人还是喜欢吃一些虾呀鱼呀这些 他们没有的 我也拌了一个牛肉 但是只吃了一口 哎呀实在是觉得吃肉 嗯 没有这个 胃口 特别喜欢吃什么豆子品啊 海鲜啊 我连粉丝跟那个 咕咚面都没吃 但是玉米我吃了一根 我说Sam你买的那个apple pie吃了多少了 他说我才吃了两片 我说你这样 买那么一大块来 放在冰箱里 到时候又都发霉了 他前几天 好多面包 包括他买的那个热狗里边的那个肉啊 全都发霉 全部扔了 我跟他说你必须得放在素冻里 你要吃多少 你就拿多少出来融化 这样一个又保持新鲜 另外一个呢 也不容易坏 你这样很浪费 现在说实在的 出去很不方便 其实 他买他的吃的 就在他喝咖啡的对面 但是他也得开车出去 对不对 偶尔又跟我说 哎呀车好像有臭味 我其实觉得他是心理作用 因为 昨天我跟他出去了 我没觉得车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说你就不要心理作用了 能开就行了 现在不要说是想买新的车 或怎么样的 他自己也知道 他说我开车最多还有一到两年 没必要再去买一部新车 有可能新车给我开 给我撞了 我心疼 所以你让他买一般的车 他也不愿意 他要买就是要买好车 所以说 我说你就将就着这样开吧 我没发现你这个车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是心理作用 你看 这是我吃到快要吃完的时候 我放了两把这个豆苗 第一把已经给我一口吃下去了 好多朋友看我视频都说 你这个吃菜真厉害啊 我跟你说 吃了这豆苗 别的什么生菜什么都不要吃了 这豆苗太好吃了 而且我是觉得啊 如果你吃这种火锅啊什么的 这豆苗可以清理你肠道里 所有吃下去的这些东西 形成的这种废物 现在大家都不说排毒了 其实没有排毒这一说 那只是怎么说呢 是为了一些 一些人为了营销什么东西吧 所以说排毒 其实每天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 除了身体吸收的 它不吸收的就是杂质 这些杂质要把它清理出来 不能让它留在肠道里 所以需要吃一些这样的绿叶菜 它可以清理你的肠道 包括我的水芹菜也是 哎呀 我的水芹菜 过几天我准备把它 明天吧 把它全都割了 然后 哎呦 好像很多事要做 明天我想把那个辣椒也种下去 因为这个天啊 虽然没太阳啊 但是很明显的 地已经热了 开始已经感觉到夏天的这个热量 然后种的那个番茄啊 也是长得太密了 都没有透气的地方 我也给它要清理一下 这三件事估计要分三天来做 不要每天一下子做 一下子做实际上也是太累 对了 还有韭菜也要割了 那韭菜种下去还没有割过 所以 哎呦 四件事 好吧 就分四天来做吧 你看我 吃到现在 这些都是剩下的 我已经想好了 晚上再吃一顿 明天剩下的再把它煮在一起 嗯 估计豆腐吃不完 虾仁吃不完 海带吃不完 哎 这三样东西可以煮在一起煮个菜啊 然后 嗯 牛肉可以放着 跟芹菜一起炒 哎呦 到中午 终于海有点 变蓝了 太阳 出来了 所以 现在就是已经有夏天的这种感觉了 看来我的豆豆 可以接豆给我吃了 朋友的豆豆已经都吃了 嗯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继续吃我的饭 如果周末你不想 做菜的话 出去 吃饭又是人很多的话 那你就买一点这些菜 在家里面 吃火锅 又省事 又好吃 而且 大家聚在一起 又热闹 祝大家周末快乐